第353集 楚阳哥哥 你快来啊 孟洛 不错 这位孟洛公子的确已经是王座修尾 论及实力 在中三天年轻一辈中 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 除了有限的几个人之外 他已经可以说 是年轻一辈的巅峰 这样的青年才俊 的确是各大家族最好的女婿人选 但这位孟洛公子 却已经成了家了 而且有妻有妾 基本上都是孟氏家族出面求亲 而最后 全都便宜了他了 这也是孟洛 增强孟家实力的一种手段 他不在乎这个女子 在他们的家族是什么地位 也不会在乎 这个女子容貌资质如何 他只是要用这种手段 增加孟家的影响力 所以 孟洛听说墨家女儿墨清武 失去了三阴脉资质 第一时间就想来求亲 只不过 那个时候 墨清武才九岁半 未免太让人有话饼可捞 现在已经十一岁了 自然就没了这样的顾虑了 一般来说 各大家族不大成绩的女儿 基本上都在这个年龄阶段定下亲事 所以 孟洛就第一时间来求亲了 这对于墨氏家族来说 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墨氏家族现在内斗严重 太需要这样一个盟友了 不管他是谁 我不同意 墨清武死死地咬着嘴唇 母亲 父亲曾经答应过我 绝不会勉强我 我也不想成为家族的联姻工具 可是你父亲答应你的时候 墨夫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道 你父亲答应你的时候 你深居三阴神脉呀 有三阴神脉的女子 前途不可限量 自然不能这样草草地嫁出去呀 可是现在 你已经没有了 家族一直对我很好 自小就很好 原来就是为了三阴脉 墨清武颤抖着嘴唇 所以 三阴脉被废 家族就放弃了 不闻不问 就当是养了一条小狗 可是 母亲 就算养条小狗 有时候也要抚摸一下 亲近一下 可您的女儿 三阴脉没了之后 竟然没人理会了 如今又想用这个不成器的女儿 已经被废的女儿的身体和幸福 去换一个盟友 母亲 我是您的女儿吗 我是墨家的骨肉吗 为什么 我们墨是家族 就冷漠到 到这种地步吗 我早就知道 我的命运不会太如意的 但就算是别的家族 为女儿选择夫家 为女儿定下亲事的时候 也要征询一下女儿的意见的 为什么到了我这儿 却是直接让您来跟我说 到了墨夫人出面 就等于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由墨夫人来做最后的说服工作 这一点 墨清武虽然年幼 也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可是这件事 大长老已经坐住定下了 墨夫人无力的看着自己的女儿 你父亲也无可奈何呀 父亲 父亲是巴不得答应这件事吧 墨清武悲哀的 甚至有些嘲讽的说道 墨夫人一阵无语 突然声音颤抖 小五 我也没有办法 咱们 咱们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啊 这件事 我没法答应 若是想让我答应 除非我问过一个人 墨清武本想说 除非我死 但说到这儿 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他的眼中 就突然闪出一丝光亮 这一丝光亮中 竟然充满了希望 只要他答应 或者他不在乎我 我就答应 墨夫人敏感地感到自己的女儿 在这一刻 眼中的光亮和幸福 似乎那是他最后的依靠和希望 充满了执着 他不由得心中一紧 谁 星梦 清武刀的主人 大长老墨无心沉吟着 眼皮翻了翻 丫头 真这么说的啊 墨星辰端坐在椅子上 皱着眉头 这位星梦 清武刀的主人 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竟然把如此珍贵的一把刀 送给小丫头当玩物了 墨无心躲了两步 阴沉沉地笑道 不过 天机曾经说过 那位星梦清武刀的主人 正在为小丫头 乔治能够治疗三阴脉 被毁的神药 好像是说 早则一年 迟则三年 确有此事 墨星辰眼睛一亮 想起当日墨天机和墨清武 回到家族的时候 墨天机曾经说过的话 倘若小武的三阴脉 能够恢复 那我墨家就多了个 前途无量的高手 甚至 比天机和天云 更有把握晋级黄级 甚至更高啊 墨无心一边沉吟着 这么有前途的女儿 给孟洛去当小妾 的确可惜了 不过 是 现在的问题是 这位星梦清武刀的主人 到底对于旧治三阴脉 有没有把握 倘若没有把握 反而错过了 孟家这个强大盟友啊 墨星辰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就再等一年 墨无心似乎在问自己 随即就到 就以年龄幼小推脱一下 而一般世家女子定亲 只要不是自幼定下的亲事 怎么也得要过了十二岁吧 相信 孟家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不过 这段时间 也要以准庆家的行事 确定联盟 如此也好 一年以后 倘若小五的三阴脉有救 那就另做打算 毕竟 他梦洛 也不是要求一个 国色天香的世界 而是要有一个 有力的盟友而已 大长老说的是 此外 我最好奇的 还是那位 星梦青五刀的主人啊 就算他不能医治好 小五的三阴脉 但此人定然不属 凡俗之辈 这是肯定的事情 若是能为我所用的话 莫无心的眼睛闪了闪 不过 这倒是后话了 只等他来到再说吧 但若是一年之内不来呢 若是一年之内不来 那么青五就是孟家的人 我莫家看在 星梦青五刀的份上 能为他拖上一年 已经是人至义尽了 似乎 他自己末世家族子女的婚事 拖上一年 居然还是给了外人天大的面子 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吧 看着莫星辰急匆匆的出去 莫无心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微笑 那人能随手就送出 星梦青五刀 手上岂能没有更强大的宝贝啊 只要他来到莫家 就算他有天大本事 又能翻腾到哪儿去啊 要是获得他手上的强大资源 更控制了本人的话 莫家就会立刻强大起来 这样天大的好处 又岂是孟家一个盟友 所能比的 星辰这个家主 毕竟还是心眼少了点啊 催迟一年 莫青五睁着眼睛 看着自己的父亲 不错 等一等那位送你刀的人 不过 倘若一年之后还没消息 哎 我明白了 莫青五本就冰雪松明 而且自幼在这等大世家中成长 听了这句话 哪里还不明白他 正如皇室子弟 七八岁就知道勾心斗角 互相陷害 争夺皇位 世家子弟也是从小就开始灌输家族利益观念 若是换作一般百姓家庭的孩子 恐怕二十岁了 还不一定有这样的觉悟 这就是区别 现在的莫青五 岂能不明白自己的家族 看上了星孟青五刀主人几件事吗 而且是在左右逢源 要么得到星孟青五刀的主人的资源 或者直接得到这个人才 要么 就将自己出卖 成为孟家的盟友 获得孟家的支持 但归根到底 关键人物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己 这个本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但却突然间又有了价值的废人 这一刻 莫青五万念俱灰 我知道了 莫青五轻轻地转过身去 不看自己的父亲 小五啊 我们是一个家族啊 莫青春无奈地叹息 我知道 父亲 您回去吧 莫青五冷冷地说完 突然想起了楚阳说过的一句话 忍不住又转过身去 默然地看着自己父亲 家族是家族 不过 没有了人情味 只有利益的家族 也不会久远 到了覆灭的时候 就算有一百个女儿都牺牲到嫁出去 但该覆灭 还是要覆灭的 用自己的骨肉当工具的家族 有不如没有 孽障 你胡说些什么 莫青春扬起手来 就要打他一巴掌 莫青五倔强地扬起脸 看着自己父亲 目光清澈而又悲伤 莫青春终于还是放下手去 看着女儿清澈的眼神 突然间心中一阵惭愧 冷哼了一声 拂袖而去 只留下了一句话 有一年的缓冲 希望你好好想清楚 是莫家的女儿 到了该为家族牺牲的时候 就要为家族贡献自己 要不然家族养你何用 家族养我何用 莫青五无力地站着 突然在心中大喊 难道父母养育儿女 就是为了有用的吗 家族养育儿女 就是为了利益吗 就连普通人家 也没有这样无情的吧 这样的家族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 楚洋哥哥 你快来呀 我真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我真的好想好想离开这里 莫青五颤抖着小手 抱紧了刀鞘 蜷缩着坐在地上 现在正值盛夏炎热 但是他却感觉到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身体都是一片冰凉 触摸不到半点温暖 这是一个三叉路口 却变成了一个小镇 或者说是小市场 原本在这里只有一家孤零零的酒楼 虽然孤单 但却是为了来往的行人提供了一个歇脚的地方 尤其在这苍蓝战区的入口处 更是人来人往不断 而且只要来到这里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也到不了这里 所以个个都是大款收不上 但每一个都多少有些家地 自从有了酒楼 也就慢慢的有了客栈 随即就有了毒馆 然后有了妓院 慢慢的 这里竟然五花八门的生意做了起来 逐渐的发展成一个市场 这里只要你能想得到的 这里都有 你想不到的 这里还有 在这里你可以买卖 可以交易 可以典当 更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放松 在这些各行各业的门口 无一例外都有各自的标志 标志着这里所谓的买卖人来自何方 属于何方势力 比如某个客栈就直接打出了黑魔客栈 这样的四个字 还有什么东方酒馆 故事酒楼 等等等等 当然 大多数的地方 都在门前栽种着两排清脆欲滴的毒子 而这些地方 往往也是生意最火爆的地方 原因无他 安全啊 第35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